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不群小便 那這個禮拜3月25號的這個更新呢 已經出來了 那這一次的更新 果然這個之前大家猜很久的 這個死旗變身魔法娃娃抽卡 這個超級貴的這個抽卡 在這一次出來了 然後再來多了一個活動就是次元的裂縫 那 千道的系統呢 在這一個禮拜做了更新 有可能是一個重點性的一個活動喔 我們猜測 然後再來塔拉斯的這個特別補給箱 在這一次有做更新 那之前有大家在猜喔 女武神包的那個女武神印記一揮一張喔 是不是要出來呢 到現在台版都已經即將要推出新職業了 我們這一個東西呢 從以前到現在都還沒有出貨 如果下禮拜還不賣的話呢 啊 乾脆別買啦 好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新的這個更新 首先第一個活動喔 是這個 次元的裂縫 次元的裂縫 那這個是韓版的資料 那我們一樣把它抓過來用 次元的裂縫呢 它簡單來說是跟世界王 這個BOSS連在一起的 每天的1點 還有21點 就是下午1點跟晚上9點啊 這兩場世界王之後呢 會隨機出現一個傳送門 那個就是次元裂縫 好 那你打了之後呢 它就可以把你傳送到這個地圖 好 那你這邊打一打 它可能會是傳送 然後這邊打寶箱呢 再傳送這樣子 好 那最後呢 你有可能在裡面打到一隻這個BOSS 叫做複製巴風特 那幹掉這個BOSS呢 有機會拿到英雄武器箱 使用能力戒指箱 還有戰鬥強化捲走 等等等等的這個道具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這個 我們之前講喔 有一個蠻貴的這個變身抽卡包 那還有娃娃抽卡包 好 如大家現在畫面上所看到的 這兩個就是啦 那我們也做了一個表給大家看 這個商品喔 小編之前有算過喔 如果你全部買滿的話 需要花到三十三萬一千鑽 而且這個只是一個變身這樣子而已 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要抽這個死騎娃娃的話呢 你可能要花三十三萬一千鑽 然後再去抽死騎娃娃 重點是 還不一定抽得到 之前韓版的玩家呢 他們抽完了 我看到一個喔 抽完了全部 結果只拿到一兩張的紅變而已 那紙變呢 當然是沒有啦 所以 這個看起來很便宜 課長或許可以抽 但是我覺得這個之後真的蠻累的喔 因為你要抽大概 算起來在五十加四十加三十四 這樣子是一百二十四 至少要抽一百二十四 才可以去挑戰抽到 不過如果說要取得的話 我想這個對課長來說 應該算是一個最短的途徑啦 那基本上這個禮拜的活動呢 可以說是大概就一個吧 那其他的就是商城更新 還有這個簽到的更新 那簽到的更新呢 目前還沒有講到它的內容會是什麼東西 所以晚一點的話 官方應該會再做一個詳細的公告 所以呢 大家記得鎖定這個官方的網站也好 官方的粉絲團也好 或者是大部分 我們晚一點會做直播 那麼大家也要記得訂閱 那麼以上就是這禮拜的這個更新喔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是小編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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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